我们看例题三 有一个银行呢发行每张50元的呱呱乐彩券一共1万张 其中有两张呢可以得到1万元 8张的奖金是3000 200张的奖金是100元 请问你购买一张彩券是否有利 来同学注意一下什么叫做是否有利 你要知道他这个题目到底问什么 就我们要计算期望值 我们可以用期望值 期望值的用意就在这边 期望值的用途就在这里 他判断我们做一件事情 去赌博或者是去参与一个游戏 是不是对我们有利的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分析它 什么叫做有利 如果对你来讲你的期望值如果大于0 那就是有利 如果你的期望值小于0 那就是不利 你预期自己会输钱 你干嘛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预期自己会赢钱 你才会去做 所以今天发行50元的呱呱乐 我想知道我的期望值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 所以我们来计算一下来 我们先看得入收入的部分 收入 今天呢有两张是1万元 所以呢有1万张 所以你的几率得1万元的几率呢 是1万分之2 所以你把1万分之2乘以你的报酬1万元 加上来 有8张 是3千元 所以1万分之8 乘以3千 再加上200张 1万分之2百 它的奖金是100元 这个是什么 这是你预期的收入嘛 那你的支出呢 这都是50元啊 因为你买一张就是50块嘛 你买一张的期望值是 你买一张你期望的报酬可以是这样子嘛 但你的支出一定会有50块嘛 所以你的期望值就是什么 收入减掉支出嘛 你不要把支出减掉收入 因为收入是表示你 加的钱 那支出表示你是付的钱 所以你要把收入去减掉支出 如果收入减支出 大于0 那表示你赚了 表示有利嘛 如果收入减支出 小于0 那表示不利嘛 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收入计算一下 这刚好约掉 所以这边是2 这边呢 这边约掉 所以是10分之24 这边呢 刚好约掉 2 这是2加2加10分之24 好 2加2加10分之24 所以这样加起来是 多少呢 我看一下 8张奖金3000 200张奖金 好 所以它是 4加10分之24 所以是 10分之64 就是6.4元 你预期收入6.4元 但你支出要50耶 同学来6.4 减掉50 你的期望值负得有点多耶 负得多少 负得43.6元 也小于0耶 不利嘛 当然是不利的 好不好 这例题3 4加10分之24 感谢观看